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我是弗丽莎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白剧过戏 不知道咋的一黄眼 年底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很有必要来回顾一下 说我们这一年当中遇到的经历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过去的这整个一年 在我整个人生中来讲的话 今年一年应该是属于是相当精彩的一年 我觉得其实每一年都很精彩 但今年就是特别精彩 因为今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再多了 而且精彩的方向有点不一样跟以前 大家好 欢迎收看2020的加州公投案解析 那在这一期呢 我会来为您介绍加州第23号公投案 欢迎收看AI News及时新闻 距离11月3号的大选日已经过去一周的时间 但是选战仍旧在激烈的进行当中 欢迎收看AI Weekly Post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周四发表了一份长达36页的报告 上海星期有一个大新闻就是美国的第42任总统川普 What's up everyone 欢迎大家回到AI Talk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guest 来宾 没错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录这一集 那这一集会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选举真的快到了 2020剩下大概还有两个礼拜 2020过得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奇怪 2020我们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新年的假期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不会累 新年就跟总统大选一样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呢要给你来讨论一下说我们最近这个新冠肺炎的这样一个疫情 欢迎大家今天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形式跟之前以往有一些不一样哈 今年一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是特别害怕去做一些决定的 然后认识我的人就会知道 就比如说你跟佛塞拉都知道 就我中午连吃什么我就不知道 对 我就是很难去做决定 连我吃什么我都很难做 他可以在那个drive through 那个地方然后就是盯着那个menu看 然后30分钟的那一种 那首先就是其实今年一开始选举的时候 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 我们本来以为Trump会赢 然后结果后来就变成了 选举被偷窃 这样讲也算是ok吗 就选举舞变嘛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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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didn't want to say it you know YouTube algorithm and everything 选举舞变 偷窃 然后之后呢就一切这样下来 其实当下大家的士气是非常非常低落的 整个保守派就觉得说天哪怎么会 这个样子 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涨到了一个最高潮 像什么Sydney Powell那个时候出的大海怪大海怪大海怪 结果出来就是 诶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是大概七八月的时候就知道说 诶 经费没了 然后经费就是停了 然后从此以后就是等于说这个AI news就要关掉 对所以当时就想说那到底是要怎么办 因为停滋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再也没有钱了嘛 对 那我们其实说实话本来我们做这个频道是被hire来 对 就是说我们是被雇来做这个频道的 那如果要是雇主不出钱了 那当时就是面临基本上就是两个选择吧 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公司上班 然后公司说我要开除你们这个部门 就我就不要再要了 那就是部门里的人就走嘛 然后自己去找工作嘛 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如果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带着施工一起 就是我们还是继续做这个施工 只不过是没有钱了而已 对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一无所有 各位看到的东西 目前看到的东西也都不是我们的 连椅子都不是 对 然后我们用的电费水费也都不是 然后除了相机好像是我们的 还有脚架是我们的 所以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是靠着信心 然后开始跟所有的每个人开始讲说 我们还可不可以继续用这边办公室 然后我们摄影棚可不可以借我们用 所有各个不同的机构 还有各个不同的教会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来帮助我们 那其中当然就是包括了金钱 毕竟我们要继续做这个施工的话 我们就是一定要活得下去才可以 而且你知道我是脸皮特别薄的人 我特别不愿意跟人谈钱 尤其你说什么让我上YouTube 然后讲说我没有断资了 然后跟大家筹款这些 其实当时我是非常非常不愿意做的 我想说OK你让我报新闻你让我干嘛 你不要让我谈到钱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太丢人 我就是觉得提前就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所以当时你就说我们那个要上去讲什么的 我就是非常不愿意 非常不愿意的 我当时是哎呀 那个跨越了很大的这个心理障碍啊 对啊 所以说他跨越了 然后呢我们才有今天 大家看我的话一定讨厌我 看到你的话大家都喜欢你 没有啦你粉丝很多啦 骂我的人更多 那今年的话对我们来讲是有太大的收获了 我们从三个什么都没有的 我们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啊 但是我们更有信心 我们有太多人要感谢 太多的机构太多公司要感谢 首先就要先谢谢各个公司 你今年一开始就帮我们 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说 那你就打我们公司的广告啊 然后呢还有MyID 也是这样进来 然后还有嘉南美丽旅游公司 然后就是他们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对啊 那不光是感谢公司给我们广告啊 还有很多真的要感谢 一点一滴帮我们积累起来 就是我们的会员 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其实每一个人每一次观看 那家的那个数字 还有每一个点赞 还有每一个转发 然后还有每一个帮我们买咖啡的会员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感谢的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觉得说 我们做的东西会有这么多人看 然后会有这么多人真的看完了之后 有很多感想 然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什么的 所以就还是蛮值得感激的事情 对啊 教会也很支持我们 对我也觉得这个事是挺奇怪的 因为其实说实话有很多教会 我们现在真的在基督教教会里面 主流的想法就是正教分离 说实话 是 没有人愿意往这一滩浑水里面去躺 所以这些大胆支持我们的教会 还有牧师 还有各个机构 我真的是觉得 因为我原来没觉得说 政教分离的这个东西 是那么的深入人心 我觉得说是有一群人讲这些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好吧 可能大部分人这个脑筋大概转得过来 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不是 就是政教分离是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这种是很少数的人 是 而且真的是 愿意谈政治的牧师本来就不多了 因为很难 因为政治很难懂 而且就很容易伤人 是说大家就觉得说算了那我不要碰这一点 对 而且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用政治把人分门别类 然后这就是世界上的事等等等等 反正各种各样的观念 但是真的没想到有这么多的教会 还有就不一一点名了 因为实在是真的很多一直在背后给我们支持 包括说不光是给我们金钱上的支持 每次见面 大家都鼓励我们 都说你们讲的很棒很棒 然后还有大家很多时候都在背后 奉上很多的祷告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对 那有人就一直来问我们说 你俩不是在洛杉矶吗 你俩在哪里聚会 你介绍一下吧 你在哪聚会 我是在 impact harvest church 然后是在 Morovia 然后我们的主任牧师是 Jack 他也是创会牧师 一开始带着一群小朋友高中生 当时 Persela还十几岁 十二岁吗 对 就在那个教会 Persela现在多大了 大声点 我太难了 那个教会从原本就是一个很支持年轻人的一个教会 就是年轻人开始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们很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也很支持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像我的教会呢 就是其实现在我正在参与在一个创立教会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的棒 而且非常的新鲜 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样一个感觉哈 我们的教会叫做one thing christian church one thing基督教会哈 是我的这个属灵的爸爸周涛牧师 啊 我们一群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 就是做一个末世的先锋的这样一个教会 是在末后的这个形态下像我们传递的这种信息 其实也是末世的信息 对吧 就是号召大家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做一些什么 然后把耶稣基督就是当成我们追求的那一件事情 就是为了要建造末后的信徒成为主耶稣 回来的时候预备好的圣洁的心腹 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呼召啊 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在建立教会的这样一个阶段当中 刚刚建立了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我把这个youtube channel呢放在下面 大家去帮我关注一下 然后点一个subscribe 然后打开这样的一个小铃铛 因为你刚开始的一个youtube channel 如果订阅人数太少的话 其实对于弟兄姐妹们也并不是很方便去查看 所以就是大家帮我们点一下那个subscribe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youtube上就可以搜到 然后给我们教会的大家也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便查询的作用 那我们就可以来回顾一下说我们在过去这个一年 我们是不是达成了一些什么成就 我觉得你好厉害啊 你又创立公司跟着创立教会 你今天做的事情非常多哎 这么一说好像是 对啊 今年好厉害 而且短短就是后半年了 从九月开始 九十十一十二 对啊 接着几个月的时间 对啊 啪啪啪就开始了 要做的事情很多哎居然 对就是Paul那时候说的 神做事很快的 啪啪啪就来了 他没有想到不是川普在说你 哈哈哈 但是这样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你还像什么公司吗 至起码有我们两个互相这样做 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的这种感觉 还有普斯拉跟我们一起 所以这样的就感觉舒服很多 那创立教会呢 也是我们一群人在一起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 这样还感觉还不错了 如果一个人的话 那压力真的蛮大 不知道怎么做 对啊 所以就我们在这个过去这一年 还是达成了一些我们想也不敢想的一些成就的哈 比如说我们开公司了 我跟你讲啥时候能想开我从来 因为我以前想说啊有一天我要开公司 开啥样公司 不知道 我为啥会有想开公司的想法呢 因为我不想一辈子都上班 就这么想的 就我想说我干嘛一直给别人打工啊 对吧 但是当然了 只是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说开公司 我要开什么公司 从来不知道 没有想过 我也是 我其实一直都想当自己老板 因为你帮自己工作才是真正工作 才是真正自由 你帮别人工作的话 其实永远都是在别人的 不是说压迫 但是是被他掌控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已经习惯了被人压迫的感觉 有些人是觉得说 他需要别人 告诉他怎么做 就是那种特别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人 就我吗 这个公司开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为了我们自己做事情 然后我们要为了做一个看起来利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 我们的利益都是在天国的那一种的东西 对就有时候好像讲起这句话来就说啊对那个都攒在天国了 然后有时候又想说啊攒在天国我现在要用了 所以其实我们开公司了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还蛮大的成就吧 对就是想也没敢想过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达到的第二个成就就是我们的公司居然还在继续运营 对这好像听起来没有很骄傲 好像听起来就说我们已经运营了三个月快要四个月了 我们已经要发第四份薪水 但是这个薪水是很可怕的 尽管我们每一个人才拿一千多块钱 四个月加起来就是多少钱 我们已经开出去了那么多公司了 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说我们可以做到的 不是因为我觉得公司还在继续运营这件事情好像虽然听起来很扯 就讲说哎呀一般一个公司好像运营个几年也没什么问题 除非你自己不想干嘛 但是大家要明白就我们这个公司跟别公司不太一样 对有的公司它是服装公司 你就卖衣服啊 你就批布料做好了你就卖啊 我们没有才卖任何东西 对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卖 对我们能卖就只有大脑 对 谁要的话谁拿去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神奇的事情 就是你说一般你创建公司 公司都是盈利性质的公司 如果你要是一个公司没有盈利 那你公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嘛 但是你就说我们这个公司现在我们就是没有在卖什么产品 对对啊 但是我们的公司还在继续运营 而且还在每个月的往外开工资 这是这是一个神奇耶 而且我们在里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学到东西非常非常多 我每次在写稿的时候我看那些资料 然后呢在看底下这个东西 然后我自己接收到最多 像像说我有时候说一个新闻 然后呢我可能说这个新闻这个观点之后呢 隔几天之后再回去讨论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会再说一次这个观点 那很多观众没办法了解 因为他没有看到上一集 就是我说原本的那个观点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会记得 新闻稿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嘛 对我来讲这个东西都是深刻的 等于说就是我虽然做了一个节目给大家看 但是其实得到最多东西的是我 然后包括我祷告的时候看这个新闻 然后觉得这个新闻是怎么样跟圣经做连结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 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东西 对啊 而且我觉得我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了 而且我学到的这个东西是我原本根本就不想学的东西 就是每次都感觉很着急 就是你说我都到这呢 我不学能行吗 你这赶鸭子上架呀 你不学也不行啊 对对啊 所以就是还是得抓紧时间 然后就是不要让自己赖下太多 然后要赶快去学 所以经历了无数个闹心上火的夜晚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你又开始考了 那边那边那边有一张纸我拿过来 他当时一到公司的时候 然后他根本就不知道美国的任何系统 还有美国的整个政府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就是从三权分立开始教 就从这一张纸开始 这张纸是一直贴在那个桌子旁边的一张纸 对 然后呢 你说美国三权分立 其实在我原来上高中历史课的时候 有知道啊 就说三权分立 只知道这样而已 分什么权 分什么力 就好像说你 就是老清楚说 说猪啊 跑起来的时候啊 说他的两个大耳朵会动 然后他一跑肚子上的肥肉也会颤 然后他的脚小小的 一跑会留下什么一串脚印 你看完了说啊 猪是这么跑的 当你有一天一看说 猪 这是猪 猪是这么跑的 然后你跟那个一对起来 好像说啊 好像也是哈 好像说的都对 但是就是好像那个印象中 是有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看到这样一张纸哈 就是那个众院呢 参议院呢 然后还有那个最高法院呢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说下面下属的都有什么东西 我当时看完了 他们跟我讲完了之后我就 我发藏田了 我不要听了 哈哈哈哈 我讨厌在讲什么 走开 结果没想到 慢慢的就接受了耶 然后他现在讲的东西都超棒 然后什么东西都搞清楚了 没有但是非常感谢你 你还经常鼓励我 但是说实话 现在的稿子 还是我一个 那个折磨我的一个痛点 不过我觉得 现在这些东西 我们真的是每天在使用 然后你写稿的时候也是 每天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是每一个去查 对啊 而且会找到更多跟圣经连接的东西哈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在被神慢慢的建造起来 真的是找到我们自己啊 但是我们受到的攻击也是超级多的 你呢 你有被什么样的人攻击吗 就网上的好像还好吧 因为大家好像对我来讲都比较宽容 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女生 然后我也就是一个正常的女生 所以大家就是没有特别多攻击 我是怎样不正常的男生 因为你可被骂的地方有很多啊 比如说你的那个头发 还有耳环什么的 那当然这个耳环呢 原来我认识她的时候呢 她就喜欢戴耳环 对吧 然后呢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 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在我们这一代 长大的过程中 十几岁的时候 我身边的男生就全部都去打耳朵 就十几岁的时候 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 男生戴耳环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可能稍微有年纪大一点 可能就会看着有点不顺眼 男生怎么戴耳环呢 戴耳环都是女生 我们二三十岁这一代的人 看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虽然是吧 有着自己的一些骨气啊 然后也是爱美啊 但是还是把耳环就摘了 后来我们公司一读出来 我告诉她戴上 为啥不戴 那就是我 对不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个耳环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你一听她讲话 她就是一个正常的男生 我觉得这就是很OK的 这样一个耳环的问题 我觉得骂外表还好 你平常你骂别人啊 你都是在这私底下骂 你看那个人怎么这么胖 你看那个人怎么这么矮 你看这个人怎么男的头发流这么长 你不会想让人家听到 你在网路上的话 你就是 妈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你们假基督徒啊 哎呀因为用的名都不是真名 你不知道谁啊 对然后像我们上次看到在上面骂我们的 你们这两个还想叫人家信耶稣啊 你们什么 说我们敌基督 不是 我觉得那个什么 就你们两个这个样 还想让人信耶稣啊 我觉得这个还好 这个没有真的伤到我什么 另外一个人就说 没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是敌基督的喉舌吗 然后我想说 我们讲的事情 是敌基督的事情吗 就是这个就还蛮多吧 所以你说那个受到很多的攻击 包括我很多身边人呢 也会攻击我啊 就很多人其实说实话了 是瞧不起我们做的这样一个东西了 是实话了 这就是身边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 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 你们两个年轻人 好手好脚的 人家去要饭的还去街上 OK跟别人要 你在这个地方呢 弄个什么绿棚 你就在那边跟人家要钱 你要不要脸呢 有些人会这个样子看我们 那有些人像我的朋友的话 他也会觉得说 哦 你是不是在利用 耶稣 在利用神 然后去做一些你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从里面偷 拿了很多钱 你是不是这个事工 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 怎么样 以前我们感觉到你很有钱 我偷了好多钱 我跟你讲 我真的没做过工资 这么低的工作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没有太多钱 不能一口气 把它全都当成工资开出去 那这个事工应该很快就会玩完了 对对吧 所以其实说实话 我们现在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一千多块钱 就是一个房租的钱 交一个房租 那身边的人瞧不起 其实 多多少 特别像说妈妈那一辈的 以前的话 我妈跟别人讲的话 就说 你儿子做什么的 我儿子是服装设计师 可高兴了 他怎样怎样 现在他有在那个什么 Macy's Bontem Course 然后什么 现在别人问了 你儿子在做什么 他他他他就他就信那个什么 那个耶稣啊 然后现在搞那个什么 网络的那个影片 就YouTube啊 哦是啊 你妈还会这么说呀 呃 也也 那我妈更尴尬 别人都说 哎呦你女儿在美国呀 美国好啊 在好莱坞吧 她不是学电影的吗 进好莱坞当导演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说是不是碰到这种时候怎么弄啊 有的时候感觉说这个职业是不是在世界的人眼里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光彩 很多时候哪怕是已经那个就是新主的朋友啊 也都说干嘛呀 年纪轻轻的不干点好事干这个 对 你去工厂做一做也是巴挥你劳动力啊 你为什么会出来说这东西的呢 对 然后就说哎呀 我知道你肯定是在以前的公司啊 跟人家闹得不合了 对 要不你能走啊 你能上这来上班还真没有这事啊 对 神呼召我来我就来了 没有跟人闹不合或者什么的 对 像我一开始那个事工的时候 那当时的话我也就觉得就是很难过 因为就觉得说 对 我这样子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然后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后牧师也问我说 你如果要全职服事的话 你要做什么 然后牧师跟我讲说 有什么事情 是就算没有钱 你也愿意做下去的 然后我就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结果就 也没有说起来了 但是持续了 对 能坚持住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你哭了 你有没有感觉 你怎么了 就好像真的没赚什么钱 我们是没赚什么钱 你怎么哭了 就我觉得说能坚持下来真的不容易 然后在很多人的口舌里面 对 就让它火下来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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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碰我 走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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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做神的事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挑战信心的一件事情 以前听说什么 你做什么东西 然后流言蜚语什么之类的 那真的 其实大家看年轻人去做这个东西的话 真的好像就不是一件什么很光荣的事情 就像我有时候看年轻的牧师 我都会觉得说 是不是就是其他东西没毕业 然后找不到工作 然后他爸是牧师 他刚好就当牧师 还真的呀 对 我都会这样想 就是说别人看我的话一定更那个 就是你连牧师都不是 你就一天当然上网在那边 自己对着镜头嘶吼 这样你就高兴 好棒哦 年轻人你的抱负就是这个样子 就不是就好像年轻人做这些东西的话 好像都会被人有点瞧不起 就你说年纪大一点的人做牧师 然后别人就会说 德高望重的牧师啊 然后牧养了多少多少人 然后怎么样 如果年轻人做牧师 然后就想说 这家伙一定找不到工作 就是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说 鼓励的话语或者什么 那么多 其实真的没有 其实你就说 那个像身边的人 其实一直很多人也都知道 我在我在做这个东西 就现实生活中啊 那我去宣传呢 也去什么呢 他们就完全理都不理 然后看也不看 因为就他们就觉得说 我根本就认识你啊 你这个人就是个 然后你也 你做东西就一定会没价值啊 所以就是那种理都不理 你看都不看你的那种人 因为一直在宣传嘛 就是大家关注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就还蛮亲近的人 都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我们愿意去来做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是一个非常华人年轻人 不用说年轻人 老年人跟我们这样子就愿意去讲这些事情 然后讲这些新闻 然后把新闻真的是挖出来 然后叙述的真的是非常少 不夺 年轻的人他长这么漂亮 他去个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拍什么抖音 然后在那边脱衣服 这样子也都很多人看 然后就会有一堆人说 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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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用在那边哭了 但是他愿意 看遮住他的身材包这么紧 做这个然后传达神道 我觉得这是一件 一个年轻的女生做的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要去这样子批评他 然后不应该去瞧不起他 不应该去瞧不起 真正想帮神在做事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从网上得到很多温暖啊 就大家一直都很鼓励我们 然后我们讲的东西 真的大家也有认真的去听 然后也有那个 在评论区跟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了 那我们其实并不想充当一个 什么就是教授的角色 就是说我们啥都懂 也不是 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我们不懂得多的 太多了 多到你想不到 你觉得好像我们在节目上面 说的东西好像很有道理 这都是我们想过 听过然后做过research 然后才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我们平常说话就跟智障一样 我平常说话就跟智障一样 那未来我们的展望呢 就是呢 我们希望可以提高节目的品质 你觉得可以从哪方面来提高 比如说像节目内容啊 然后像节目形式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改善的地方 就是让它的观赏性更强 然后不会特别枯燥 不会特别无聊 但是同时又传达出有动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要去思考 然后要去提高 要去改善的地方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 这个神来的领受 我们觉得这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没有圣经的话 我们看这些新闻 就跟大家看新闻一样 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们如果说不把圣经放在新闻里的话 那你就不如去看其他的新闻频道 不是你还不如就不用看新闻频道了 你看他干啥呀 你看那中东天荒呢 又打仗了 你看那美国什么 拜登又骂人了 有什么意义都没意义了 对所以说我们的目的一直都是 以把圣经跟现在的知识结合在一起 那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领受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他说万一这个经节跟这个东西 是可以套在一起的话 他这点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事情 真的就是神在圣经里面 跟我们都讲到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圣经 真是一本非常非常宝贵的神 留给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知道 不光是说我们人生要怎么走 也不光是说我们内在的生活要提高 更多很多的时候 是我们社会运行的一个方式 一个秩序 还有我们的道德观跟价值观 如何从神而来的 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社会 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角色 作为基督徒知道神的话语 然后有从神而来的领受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人就说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 传福音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对吧 我觉得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 你不能只跟他讲说 你信了主 然后那个你接受了主耶稣 你就永生了 然后啥就不过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更重要的 跟传福音基本上差不多重要 就是说你不是光领人认识耶稣 然后受洗而已 其实更重要的是去建造他们 让他们作为基督徒了之后 让他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知道要怎么跟世界分别为圣 不光是要知道怎么跟世界分别为圣 也用这种方式去带更多的人信主 因为其实说实话 现在社会上很多发生事情 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 是 你的良心上面都知道是不对的 但是没有任何的理由 就是why 为啥不对 然后为什么我会感觉到这个东西不对 那真正对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吧 完全同意你在讲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会信主 对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信主 不是说有人带我们去教会 然后我们觉得教会好好玩好棒 好fancy啊 对是因为我们看到了 在带领教会的是一个神 对 然后他不一样 然后他可以来改变我们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的生命 真的是因为他改变了 我们的想法 我们变得快乐 然后我们知道说 什么东西是正确的 什么东西是错误的 读完了圣经之后 然后发现说 原来当基督徒 不是只是说 跟以前你去那庙里面拜拜 你就是佛教徒 你去当基督徒 你是要真正的改变你自己 然后把你的人生转变了你才可以当基督徒 所以说 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更多的可能收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我们不是说什么 要开一个网络教会 然后大家信主或是怎样的 有这个节目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对圣经有兴趣 大家可以去找教会 然后大家可以透过这些新闻的事件 然后知道说一些是非对错 然后呢自己去找要怎么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然后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真正做到一个改变生命的作用 对啊 就是在传播圣经的价值观嘛 反正今年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一年 哎跨越了吧不是一直说跨越吗 今年有跨越吧 今年今年跨越了 跨的还蛮大的吗 对 明年我希望成长 我们别再跨越了 每次跨越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挑战 我想到就是约书亚跨过那个约旦河 然后呢就看到 然后这些人每个长得跟姚明一样高 肯定比姚明还高耶 比姚明还高 OK 然后约书亚每个像我这样的一个侏儒 然后他回来然后可以说 我有信心 我们可以干掉他了 所以现在一想这个信心好像是如果有人突然说这个话 你会觉得说这人是不是疯呢 对 就那么大的人从来见都没见过 你还不赶快跑 结果这人就说我们可以干掉他 这次跨越 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跨越 虽然才短短的三个月内四个月 这个一路上以来 都是神带着我们跨越的 真的就是神一直从 经费没啦 你们可以去做这个 你们Coffee可以开始筹钱 然后呢 你们可以开始说 看能不能有人可以帮助你 你可以跟周牧师联络 你可以跟哪个牧师联络 就是一路像这个样子下来 真的 真的当你数算恩典的时候 到处都是恩典 真的 我们现在还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工作 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新闻 真的到处都是恩典 你说有没有流言蜚语瞧不起你的人 当然有 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神的恩典来的重要 神的恩典才是真的让我们活下来 然后真的让我们继续努力的去做下去 对 那今年年底了 我们或许还没有达到我们要的那个高度 然后我们或许也还没有办法领到我们 正是应该得的这个 就是正常工资水平的薪水 对对对对 我们每个人到现在还是一人一千块 大家每天吃饭都还是在烧自己原本的存款 薪水只是拿来付房租而已 感谢主 我还有存款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值得感了 吃都没得吃那不是更惨啊 对 所以说 今年 我们在我们身上看到的就是 算是自我的一个突破吧 是 就像那个 毛毛虫 对毛毛虫变成狐 化碱成蝶嘛 对 雨化的时候 他们要脱掉那个壳 一定要自己脱下来 对 然后张开了翅膀 他才可以用 我觉得 这个对我们就是 这样子 我们现在或许翅膀还没有就是长硬啊 还不能飞啊 软乎乎的 对但是 明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成长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继续的向前 然后这个事工 不但可以带领大家 呃 更认识神 最主要可以带领我们 更认识神 我觉得这个是神在建造我们的一个过程 哈 不管是说 从我们的生活中 从我们的生命中 从我们的信心中 还是在我们的智慧上面 还是我们对圣经知识的运用 这都是神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建造哈 也非常感谢神 能够把大家带到我们这个频道来 真的感谢大家每一个人 这话说起来不是虚的哈 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自内心的 这个感谢 因为你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得到的温暖不多 然后很多时候是真的在这个网络上看到 很多朋友能够认真的 然后就是论事的跟我们去讨论哈 而那个不是说人身攻击的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讨论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 这个Cofed会员里面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 Telegram粉丝群里面 在里面呢 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哈 如果要是有些新闻呢 或者有一些想法 都可以在里面聊一聊 我们那个聊天室 其实还蛮热闹的哈 然后大家每天都在里面发很多的烟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那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在这里陪伴我们 也非常感谢 一直帮助我们的朋友们 在我们马上就要跨年的这个时候呢 用腓立比书三章这一段话 来给大家做一个勉励哈 勉励大家也勉励我们 这个保罗在这里说 说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望迹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感谢主哈 神告诉我们说 真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每个人活着的生命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朝着耶稣 这样一个标杆直跑哈 望迹背后 努力面前的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要得到新的高游 我们要得到新的护照 我们要得到新的信心 我们要得到新的力量 我们要向着神 给我们立的那样一个标杆直跑 不管你是在哪里 不管你处在任何一个光景当中 我们都要一起加油啊 非常感谢神 把大家带到我们的频道了 也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一起成长加油 拜拜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你来手表 你没事 没人在意 那你带 我给你拿 有问题 这么容易拍你吗 以下是可以赞助我们的方法 AI News的方法 以下是可以赞助我们AI News的方法 或者是支持我个人频道 以下是可以赞助我们AI News的方法 或者是支持我个人的事工 PHC颜值工业的管道 管道 以下是可以赞助我们AI News的方法 或者是支持我个人的事工 PHC Project Hip Christian颜值工略的广告 管道 Jesus Christ 以下是 I'm sorry OK you just have to cut it you know I'm sorry OK you just gotta listen to it like five times 以下 不要看我 我有压力 你也长过去 奔跑作恶的脚 撒谎的假贱人 何在弟兄中挑起 何在弟兄中挑起 争端的人 你可能要说的是 证人呢 不是贱人 撒谎的 我说是中人 你咋的 你以为我说是假贱人吗 对 我说假贱人假正人 哈哈哈 那我这把这话是 你 你看 那个 心里想的口里都冒着了 我啥时候说假贱人 贱人 哈哈哈 哈哈哈哈